一支支的攝影機就架設在溝局旁 高雄市環保局結合了縮時攝影機 架設在各個水污染熱區 用科技力量取代傳統的人員巡查 讓非法拍放無處可躲 民眾陳情它那個時段 我們去查的時候也沒有發現 有鑒於此我們就利用這個 這個CCTV就縮時攝影的攝影裝置 我們可以縮短 也可以替代我們的巡查人力的狀況 也可以有效能夠抓到偷拍廢水的元凶 除了日間的監測 到了晚上攝影機更可以切換成紅外線模式 不定期架設在水污染的排放熱區 並且針對可疑排放口進行監測 更能夠抓出排放污染的元凶 因為人力我們不可能說 二十四小時在那邊掌崗 也可以借用這個 說是攝影的裝置 攝影裝置可以來替代我們的人力 也有效的能夠抓到這個無染源 環保局提醒 若是屬於事業的分類 一定要先申請排放許可 或是檢疫排放許可證 才能夠合法的排放廢污水 我們環保局在此呼籲 請廠商 事業單位能夠確實把廢污水能夠儲力 再來排放並符合放流水的標準 高雄市環保局結合科技 利用科學儀器 機查非法污水排放 成效十分良好 減輕人力負擔的同時 更能夠掌握排放時段與頻率 為高雄市民做好把關 記者邱建勳 高雄報導 除了